制作员工阅读工资部门汇总表 部门分类汇总统计 准备工资明细数据 打开手续素材文件 单击工资统计表工作表标签 选择任意工资数据单元格 在编辑栏中可以看到公司的函数 按卡车加A组合键选择整个数据表区域 单击开始选项卡中的复制按钮 复制表和数据 按Alt加E加S组合键 打开选择性粘贴锐滑框 选中数值单选按钮 单击确定按钮 系统自动将工作表中的选择区域的数据变成了数字 所有公司函数被去除 按着Shift键单击基本工资表和加班统计表工作表标签 选择了两表之间的所有工作表 在旗上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删除命令 单击确定按钮 更改工作表名称为工资源数据 在工资源数据工作表标签上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移动或复制命令 选择工资源数据选项 选中建立副本副选框 单击确定按钮 系统自动创建工资源数据副本工作表 这里新建工资源数据2工作表 在工作表标签上双击进入其名称编辑状态 删除原有的名称输入工资统计与管理 按Enter键确证 选择G到O列 在旗上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删除命令 删除了不需要的薪酬数据明细 排序分类汇总 在表格中选择任意单元格 单击排序按钮 单击主要关键字下来按钮 选择所有部门选项 单击次序下来按钮 选择自定义序列命令 在输入序列列表空中 输入排序序列文本内容 单击确定按钮 单击确定按钮 单击分级显示组中的分类汇总按钮 单击分类字段按钮 选择锁在部门选项 在选定汇总项列表空中取消选中其他复选框除18公司复选框 单击确定按钮 在表格中系统自动按照所选部门数据类别进行求和汇总 再次单击分类汇总按钮 选择汇总方式向为平均值 取消选中替换当前分类汇总复选框 单击确定按钮 在表格中即可查看到按部门进行平均和计算求和的双重分类汇总 高亮显示部门小记 在分级显示创格中单击3按钮 切换到三级汇总数据显示模式中 选择汇总数据行除标题行的所有汇总项数据行 单击开始选项卡中的查找和选择下来按钮 选择定位条件选项 选中可见单元格单选按钮 单击确定按钮 单击填充颜色按钮右侧的下来按钮 选择橙色个性2单色40%选项 单击字体颜色右侧的下来按钮 选择黄色选项 单击4按钮切换到分类汇总的最小级别数据模式中 在汇总明细数据中即可查看到汇总项目数据突出显示的效果 打印不同汇总结果 在分类显示创刻中单击3按钮切换到3级汇总数据显示模式中 按扛车加P组合键切换到打印界面中 单击打印按钮打印 单击软件界面左上角的按钮 返回到工作表中 在分类显示创刻中单击2按钮 切换到2级汇总数据显示模式中 在预览区域中即可查看到打印2级分类汇总项数据的效果 设置打印分数 单击打印按钮打印完成整个操作 请大家考虑我们88ensragion 试制论 Bu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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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